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频道的话 希望你点击关注之后会推出更多的球鞋review 这双鞋在欧洲是6月5号发售的 那北美呢是今年6月12号发售的 美国是130美金 加拿大这边呢是170加币 中国的话呢是999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review吧 那这两双鞋的灵感呢都源自于 SIGA世家这个游戏公司推出的经典游戏 Sonic的Hackhawk 也就是在中国这边叫刺猬索尼克 那这两双鞋呢分别源自于 这个就是索尼克这个形象 以及其中的另外一个叫亥格曼博士这个形象 所以呢他们的名字也是源于他们两个名字 那我来说一下这双鞋的发售吧 这双鞋呢我是在6月12号当天中午的时候 去了Food Action买到的 那当时呢货架上也就这样摆着 虽然说它很限量 但是也没有人像Air Jordan 1那样 在8点的时候就门口排队啊 所以说相对来说入手难度还是挺容易的 那Sonic这个配色呢 它当天就卖完了 这个Dr.Eckman呢 它是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才卖完的话 那所以入手难度的话呢 Sonic我给的是5分 那这个Dr.Eckman呢我就给三分的样子吧 嗯那至于搭配的话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红色的实在有点太跳了 不是很能接受啊 我给一个两分的打分吧 那蓝色的这款呢 我个人是觉得更加好看一些 那我搭配的话给6分的样子 那如果有小伙伴想要告诉我 你更喜欢哪一双鞋的话呢 欢迎你在弹幕里告诉我 Result方面的话 这双鞋 这双蓝色呢 相对来说 Result价值更高一些 我给 但是也没有特别高啊 我就给5分的打分吧 那红色这一双呢 我看下来 现在好像要低于原价了 那我就不给打分了 那接下去呢 我来说一下这双鞋的细节 首先呢 是这个盒子非常特别 它和就是正常的 我们这个扑马的盒子 非常不一样 就是它整个的鞋盒外面呢 就是这个刺猬索尼克里面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就是有点像马利奥那种 快速通关的游戏 像80后90后 应该都玩过这个经典游戏 那场景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它下面呢 有这个格纹 然后走的是这种草地 这个是索尼克的形象 那这个呢 是这个就是红色的这双 Dr. Ackman的形象 那首先呢 我来说一下 这个Sonic这个配色 这双鞋整体呢 是一个蓝色 也就是索尼克的这个颜色 它整个鞋面呢 采用了这个绒的材质 摸起来非常软 非常舒服 那前面呢 它有一块这个 有点反光的这个金属片 鞋带上面呢 玩过游戏了 不知道看到这个金属扣 会不会想到 就是它在 它在游戏里面 需要吃这个金属戒指来得分啊 那包括它这个鞋的内侧呢 它也有这个黄色的圈圈 也是这个金属戒 金属的这个圈圈的这个灵感 那边上呢 它有一个凹下去的索尼克的形象 这双鞋的侧面呢 它有这个 这个就是方格的这种格格的形状 就是像鞋和这个游戏场景底下的 这个路的这个感觉 但是这个路呢 是咖啡色的 就是它可能在鞋子上设计 不会那么好看 它就换了一个更加亮丽的黄色 包括这个鞋垫 那这个 其实它这个格格呢 就是当时的游戏 不像现在那么高清啊 它还是有一种 像打了微轻微的马赛克的感觉 那说到这个鞋垫呢 它左右脚是不大一样的 它的左脚呢 是加了一个索尼克的形象 右脚呢 是上面有一个扑马的标 然后下面呢 写了这个Sonic的Hackhawk这个字 包括呢下面写了一个Siga 就是世家这个公司啊 那这双鞋的侧面 内侧的侧面呢 它还写了一个鞋的鞋型 是RS0 然后呢又写了这个Running System 就是这双鞋是双跑鞋嘛 那它这个鞋后跟这边呢 它加了一个红色的这个袋子 和这个鞋底相呼应啊 那这个红色呢 是索尼克的这个 就是它的鞋子是红色的 所以说呢它这个底也是红色 底整个呢 用的是半透明的这个橡胶材料 那在通过这个透明呢 也可以看到索尼克这个游戏的这个名字 那这双鞋呢 我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 接下去呢 是这个Dr.Eckman这个配色 那这个配色呢 整体是用了这个 就是Dr.Eckman这个形象嘛 它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这种红色的衣服 所以呢它材质整体和这个Sonic不大一样 它是一个漆皮的这个材质 而且呢上面鞋头前面呢 加了一些小的这种透气孔 那它的鞋的前面呢 也有一块这个金属的反光 包括鞋带上面有这个金属扣 那它的这个侧面呢 它是有一个凹下去的 Dr.Eckman的形象 包括以及Dr.Eckman使用的这个火球啊 那我们可以在鞋盒上看到这个游戏场景里面 Dr.Eckman有这种黑黄香肌的条纹 那在这双鞋上呢 也体现出来了 包括这个鞋垫上面 它是这种警示线的这种设计 那鞋垫呢 同样跟前面一双鞋左右不一样 是左脚是人物形象 右脚呢是Puma的这个logo 那这双鞋的底呢 是用了一个透明的橡胶 但是是蓝色的底 那透过这个透明呢 它也是写了这个游戏的名字 包括呢也这个写了这个Running System和Puma的这个标 那最后呢 我刚刚忘记说了 就是它这个侧鞋的侧面 两双鞋都加了这个Puma最重要的这个标志 这双鞋呢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太清楚 是这里一条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 那这双鞋的评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请多多关注 然后最近呢 我又在参加新兴计划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